我有一次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读得很感动 因为神造雨水 也就是雨 神造的水 祂说有地上的 也有空中的 空中其实就是云 那我就突然想到说 那既然神造云在地球的上空 我们怎么知道祂飘到哪里去 祂是随便飘的 对不对 但是是吗 不是 我们都知道我们有雨季 也有非雨季 那谁规定那个云层雨季才能来 非雨季不能来 上帝 你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整个地球的云层 是有一股力量在控制的 否则就不可能有春夏秋冬 有的时候有雨季 有的时候有干季 可是当地上有犯罪咒诅的时候 天气会变化的 就会发生饥荒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慢慢想得通了 你们刚刚读经营的 有谁参加读经营的举手 一个而已两个 读经营里面在撒加利亚书 十一章吧 第一节 他说你们要在春雨的时候 求什么 向发散电的耶和华 求雨 他就会降下雨水 滋润遍地 意思就是说他有季节性 到了应该下春雨的时候 结果没有下 你要求那个发散电的耶和华 这些话都是有很重要的 事实上有重要的天文跟科学的含义 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读懂 为什么要发散电 然后一降下来 如果不发散电的那个雨水 其实是很不肥沃的雨水 空气中有一种东西叫做氮气 当散电雷集的时候 雨水会在空中跟那个氮气 结合成氮肥 它一下到地上 土地就会很肥沃 但是如果不发散电 它虽然空气中有氮气 但是它下不来 下来的只有H2O就是水 不是学化学的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那个我们的植物 在地上生长 主要有三种最重要的肥料 就是氮氯钾 化学肥料都是要这三种 可是氮氯钾不是说 你弄个氮 那个植物就会吸收 它要跟水化合 从某种形式 植物的根才能吸收 所以在空气中的氮 一旦打雷的时候 它因为有雷集的能量在里面 它就会在空中产生化合作用 这个化合作用就演变成 含水分的氮 下到地上 就会滋润地上的植物 神所造 所以神在设计地球的创造的时候 整个是一个生态的一个 非常平衡 而且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在起初的时候 所以春夏秋冬是非常明显的 事实上我都怀疑 冬天或者北极的两个冰茂 是洪水之后产生的 因为北极这两个冰茂 你就找不出历史里面 它怎么会跑出两个冰茂 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读到洪水降下来的雨水 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那是多出来的 你了解吗 因为全初节目 那它蒸发了以后 如果再重冰下来的话 这个地上就淹掉了 我感觉神动了一个弓 把它放到两极去 末后的时代应该有它的作用 好 那么这个路德记 就是一段美好的属灵佳话 本书的时代背景 在世事时代 虽然是一个混乱黑暗的时代 也是一个失去神祝福的情况 以色列闹饥荒 所以最对的夫妇 从以色列下到摩押去 然后但是这个故事 就谱出了一个最美丽的佳话 这位摩押的女子 外邦人路德 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 大卫的真祖母 进一步成为万王之王 基督耶稣家谱里的一个成员 这是神奥秘的旨意 何人能策呢 所以路德记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路德记篇幅不多 他总共只有四章 信心的考验 就是这个媳妇的决定 要跟随婆婆 信心的代价 就是他要服侍 那个年老的婆婆 他自己牺牲掉 他的年轻的 可以再嫁的婚姻 第三个信心的顺服 他跟着婆婆一起回到家乡 而且顺服婆婆的安排 那么信心的赏识 他就是得着属神的产业 神给他预备了波阿斯 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好好的读 第四个 撒末尔记上跟撒末尔记下 这个时候当四世纪结束的时候 以色列产生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 叫做撒末尔 那这个先知的位置 有一点点类似摩西 但他跟摩西是不能比 等于就是说 撒末尔在世的时候 他就等于摩西的那种位置 他就是领袖 他直接从神听见声音 然后告诉百姓说 你要怎么做 然后百姓如果问他 很严重的问题 他也是回到神面前去问说 那他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 神就会告诉他 好像真的是一个教练 带着一个学员 然后那学员就学开车这种意思 直到撒末尔记之前 基本上以色列 当然严格来讲 应该讲摩西五经 以色列的这一个 或者人类的历史里面 我们仍然称为一种叫神权时代 神权时代 就是神直接掌权 他即便是透过先知 先知说我不是带头的 是神 你要问我的问题 我要去问神 他不会自己直接这样回答 但是从撒末尔之后 以色列就要求立一个君王 所以就开始进入君主立宪时代 在之前是属于神权时代 我们一般这样子分 撒末尔结束了混乱的世事时代 他是最后一位士师 他是先知也是士师 高立了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 其最伟大合神心意的旧约君王大卫 他在以色列的黑暗时期 带来了复兴运动 也设立了国家的制度跟秩序 将国家由衰弱 四世纪的衰弱 带向强壮 为君主政体立下钢肠 将神权统治转至君王治理的模式 他为先知职责 设立训练学校 开始了先知的圣职 摩西是制定律法的特殊器皿 及先知 所以撒末尔确实是 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位 伟大被神使用的贵重器皿 本卷书包含了撒末尔的出生背景 扫罗王被高丽 到扫罗王的死亡期间 约150年左右 所以整个撒末尔记 其实主要就是讲撒末尔 怎么样把扫罗 把他高丽起来 只是这个地方 大卫做一个配角 然后到撒末尔记下 大卫就是主角了 所以这里面讲到 撒末尔怎么样出生猛招 讲到扫罗怎么样受高 立功八到十五章 讲到大卫怎么样受高 但是后来又被追杀 所以撒末尔的出生 这下面你自己看 他是透过一个 没有办法生育的妈妈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背景 跟说法上 不能生孩子的孩子 叫做被咒诅 是一个很羞耻 很不好 表示你的家族有问题 而且神不喜欢 这样的妇女 走出去是很丢脸的 就跟施洗约翰 他妈妈要生他之前 其实是很丢脸 他是祭祀家族 可是生不出孩子来 但是有神的美意 当哈拿撒末的母亲 拼命祷告祷告 除去她这个羞耻的时候 神真的除去她的羞耻 但是给了她一个 很复兴的器皿 叫撒末尔 然后我这边列了几个点 你们自己回去看 扫罗怎么样被兴起来 然后最后败亡 他怎么样对神没有信心 这是一个要去让大家小心的 那么我们念一个经句 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到十八 一杯来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遵行神的旨意 跳到撒末尔记下 撒末尔记下一般来讲 可能有三个作者 可能 就是撒末尔本身跟先知 拿丹跟迦德 这个都是围在大卫王旁边的人 整个撒末尔下 其实就讲大卫王朝 其实就是讲大卫王朝 一直到大卫年老结束 把王位透过下一个 所罗门登上去 所以这一卷蛮简单的 这一卷就是你在读的当中 非常的精彩 可是也是读到后来 你就知道 大卫王犯下了 几乎不可饶恕的大罪 就是他那个淫乱 杀人 这种各种的做法 以至于到最后 先知拿丹跟他讲 刀剑不离开你的家 所以他的儿子 压杀龙造反 在第十三章 那里有乱伦 杀亲人 十五到十七章 压杀龙叛变 十八章 压杀龙被他的大卫的元帅 约压杀掉 然后第二十四章 神刑罚大卫用瘟疫 击杀以色列国 好 那么 撒末尔记上下 主要从王的角度 讲两个很重要的王 第一个是谁 扫罗 第二个呢 大卫 大卫结束以后 就进入列王纪上下 我们认为这个 有可能是耶利米 是作者 那么听命胜于献祭 我们来念一下这个背景 大卫强盛的王朝 转交给所罗门王 而后也带着神应许之福 继续发展国事 并建造大卫规划之圣殿 我们相信原本可以继续扩展 奉神所立的国度 甚至影响全世界 事实上当时 所罗门王的名声 已经传到世界各地 甚至非洲的四八女王 都来朝贡景仰 可惜人无法胜过罪性 而使得所罗门仍然犯下情欲 拜偶像等罪 至终失去神的赐福 而导致国家的分裂 所以所罗门的王朝 跟分裂的王国 这是列王纪上 一直到列王纪上 快要结束 那么所罗门的王国 就分开成南北国 南国仍然是犹大支派为主 变亚明很小的一个支派跟着 其他北国就是另外十个支派 所以这个时候 在列王纪上讲到 南国有四个王 讲到北国有八个王 那很简单讲 北国没有一个好王 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 那南国就是 一段时间会出个比较好的 复兴的 稍微好一点 然后又堕落了 就是起起伏伏 一直到南国也亡掉 所以列王纪下 这个部分我就不讲了 好不好 那么列王纪上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先知 你们一定知道了 叫什么 以利亚 列王纪上十八章 十七十八十九 那个很精彩 十八章那个 加密山杀掉八百五十个先知 那个假先知 大打一场胜仗 然后之后 以利亚就逃跑了 真的是要小心 列王纪下就是接下来 从先知来讲 列王纪下主要的是以利沙 那这卷书是从以利亚被接升天开始 犹太人亡国 然后被掳到巴比伦结束 是北国以色列王于亚述帝国 然后接下去是南国犹大王于巴比伦帝国 南北两国尝试重叠记载 而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也成了本卷书 前面部分非常重要生动的记载 我们翻过来 北国是以色列 北国以色列的新王 以利沙的工作 北国亡调 一章到十七章 列王纪下 南国犹大的新王 是亡国的警训跟结果 其实先知就一直警告 一直警告 我们下下礼拜要谈的那个以赛亚 就是属于之前提出警告 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 就是说你的罪像诸红 但是我要洗你变成雪白 你可以来跟我辩论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我的名却不认识我 以赛亚书第一章 所以这些的经文 都是值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去思想 今天我们有了一个超自然的救恩 在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更要珍惜它 更要珍惜它 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北国之败王于主前七百二十一年 南国总共被掳三次 第一次是六百零六 最后一次是五百八十六 也有人说五百八十七 没关系了 差一年 北国有十九位 南国二十位 但是南国的这二十位王 永远都是大卫的家族 菩系 这是因为在撒姆尔的时候 神跟大卫立了一个永远的约 你的 你国家的宝座上 永不断绝 所以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家谱 在马太福音 他说他是什么 是大卫的子孙 因为约书是 玛尼亚约瑟生出来的 约瑟是属于犹大自派 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 中文圣经怎么翻译 中文圣经说亚伯拉安的后裔 大卫的家属 其实大卫的家属 这一句话在前面 原文一出来就是大卫的后裔 不是亚伯拉安 我们认为历史时间是 所以翻圣经的时候 把它放上去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不要这样翻比较好 你就是照圣经 所以圣经的第一节是指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大卫的子孙 然后亚伯拉安才这样下来 他是要宣告一个 耶稣是跟着大卫之约来了 就是永远的君王 所以大卫是一个 旧约基督的预表 是一个旧约基督 所以对大卫的故事 你们要小心去看 那么这里有两个说明 一个就是说 所有恶王的形容很简单 这个王行耶尔瓦眼中 看为恶的事 什么叫做行耶尔瓦眼中 看为恶的事 那你就是要回到律法 回到摩西五经的律法 凡是不合律法的事情 就叫做行耶尔瓦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可以在这里膜拜 所以为什么北国 永远不可能有好王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为了怕 那个耶罗伯安 为了怕他们回到 耶路撒冷南国去守节 所以他北国用了两个地方 设立这个可以献祭的地方 一个叫旦 一个叫伯特利 所以只要他们不下来耶路撒冷 永远都是违背律法 所以没有一个好王 原因在这里 那当你离开了神 基本要你做的那个事情 奇怪耶 错一点点了 后面就越错越大 真的是这样 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 神的律法就是一点一化 你都不要偏离 这样才是对的 好 我们进入到历代之上 从撒姆尔一支到 列王纪上下 是一整部的以色列王国史 这是王帝 君王的王 不是灭王的王 王国史 但是历代之上下 写法不太一样 这里我们要看一下 这是以色拉写的 犹太人的传统看法 历代之上下 我把它合在一起讲 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它的主题是在讲 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 这两卷书与前面的历史书 略有不同 它除了记载相当多的族谱之外 而且我个人觉得 它这个族谱也是要 让你感觉 其实神在拣选里面 有一个救恩的线 有一个救恩的轴线在那边 它是描述圣殿及圣殿有关的事 所以历代之可以说是一个 怎么样写出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 相传是被鲁归回的以色拉 根据他手上的资料 去写成的东西 而且里面就是以大卫家族为主 因为南国就是大卫家族 讲到圣殿预备的材料 在列王纪上 讲到鼠典立位祭司的人数 讲到大卫的时候安排师班 整个轮班的守门的班式 这些的写法都是前四卷书 没有记载的 所以整卷书以大卫王朝的历程 来寄述圣殿殿的各样安排 凸显出以色列人民及国家 主要是以圣殿 就是以神为他们一切的中心 这上下两卷书 其实原来是同一卷 在犹太的书卷里面 没有像圣经分上下两卷 它是同在一卷的卷轴里面 而且基本上是同一个主题 很奇特的是只记载 犹大支派的列王 及大卫的后代 也就是表示弥赛亚的传承系列 为这两卷书记载的主轴 十个支派北国以色列 离开大卫所敬拜的神 就完全没有记载了 就完全没有记载了 所以他的主轴就是拣选的主谱 亚当到被掳的归回的主谱都有 然后大卫的王朝 讲到大卫的藏目 翻过来 历代之下 就接上去讲所罗门王建殿 大卫预备了建殿的蓝图跟材料 可是神说你不要建 让你儿子建 因为你征战太多 你的手流血太多 好像不能代表 圣殿所代表的那个平安 代表那个和好 大卫是一个骁勇善战的 大元帅大将军 很会打仗 神帮忙他 好